好 要為您特地介紹日本左賀牛被列為A5等級到左賀可是不能夠錯過的高檔食材 也被選用為在當地的鐵路便當菜色當中 他們曾經連續三屆獲選九州鐵路便當的優勝 而看看臺灣台鐵味便當節暖身 公布今年選用沖繩本部和牛 一份要價近千元 油花分布均勻 日本高檔左賀牛放上陶板煎到七分熟 沾點醬料就能入口享用 牛肉翻面還能用逼出的牛油煎蔬菜增添香氣 這佐賀牛在日本可是數一數二 細小的下蔬菜 肉質很柔軟 A5 A4 我覺得它油花比較豐富 而且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是不要煎太久會比較好 因為我看隔壁做得滿老的 對啊 我煎得還滿成功的 這套餐只有兩片佐賀牛 再加上熱湯蔬菜等 一份等要兩千兩百日元 大約新台幣五百元 看看日本佐賀鐵路便當也是大有來頭 好 素材蓋先起來 滿滿的牛肉 這佐賀鐵路便當曾經連三屆 獲選九州鐵路便當優勝 而店面就藏身在火車站 火車上想吃也有得買 平日一天大概賣兩百份 假日三百份 價格從一千六百二十日元起 在日本吃和牛等級的鐵路便當 回到台灣看看今年鐵路便當節 選用沖繩本部和牛 其中精品和牛便當搭配松露蘑菇飯 A5和牛便當則用台南研製花 馬告調味 兩個都配上EMU3000陶司便當盒 一份要價近千元 台日鐵路便當紛紛達出高檔等級 來個和牛饗宴 藉著張寫元張識者吳鎮宇台北日本採訪報導 等級詢問 ателя 個市民 好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